老爹们啊,咱们今天来看看Model Y的 前面的防罩梁啊 这玩意儿 上面这个防罩梁是铝合金的 拐脚还有一个大铁块 中间没有西冷盒 哦,有西冷盒 拐着西冷盒长 我以为大娘了,一闸 两闸,快有40公分了 西冷盒上到这位置 下面还有一个铝合金的下托盘 这个车的怼到一个路边一个大石头上面去了 这就这玩意儿得坏了 但这玩意儿这个硬度,你看这个西冷盒上来什么地方 我为什么说 我要买电车,我就买这货 知道吧 首先人家的安全确实没话说 其次人家的技术绝对很成熟 比咱们这些,我们自己家的 行动员啊,我跟你说 就是造山寨手机的 这一阵子割一阵韭菜 嘎了之后再换个牌子 再割一阵韭菜,反正就是这样 人家根本 特斯拉就想把车造好,造稳定 咱们自己家很多车企 新能源车企就想 抓紧在这个风头上面挣一笔钱 从国家手里套一拨补贴 再割老百姓一拨韭菜 知道吧 所以他根本不跟你谈什么质量 哎呀 下面还有一个西冷盒方丈量 知道吧 所以你买了一个杂牌的新能源 知道吧 你就是自己对自己不负责任 就这么简单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12月29号星期五 今天呢主要呢是跟大家分享有关 中国电动汽车的新闻 还有话题 这个话题呢也是狗哥自己啊 一直呢是比较感兴趣和关注的 因为狗哥自己现在开的车呢 还是这个传统的油车 那在将来啊 在未来一两年之内 如果这个狗哥更新换车的时候啊 到时候呢 应该这个极大概率不可避免呢 也会换这个所谓的新能源车 换成这个电动汽车之类的 所以呢对于电动车这方面的信息还有话题 狗哥呢也是一直的很关注很留意啊感兴趣 首先说一下刚才大家看到的小视频 这个呢是中国的一位网民 他应该呢是中国的一位修车工 他发的有关一辆这个出车祸的特斯拉电动车的这么一个视频 这个特斯拉他出的应该不是什么特别大的车祸 是车主他自个呢开车撞到了路边的一个大石头上 结果呢车的这个前领呢都撞烂了 但是呢车主他本人的生命呢应该是没出太大的问题 大家从视频里边都看到了中国的这位修车工网民 他重点就是讲特斯拉电动车它的安全性能呢是很好的 比如说车子前边防撞梁设计啊制造的是非常的结实非常的安全 特斯拉电动车它的其他技术呢又都是很成熟 所以呢特斯拉的电动车呢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去保护司机还有乘客的安全 所以呢中国这位修车工网友他呢就建议如果要买电动车最好呢还是买特斯拉 中国国产的那些所谓的新能源车啊电动车最好呢大家呢是谨慎购买 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啊中国杂牌子的新能源车 你如果买那些车呀就是对自己的生命呢是不负责任 这个呢是影连开头的小视频里边中国的一位修车工网民他发表的建议 狗哥自己在现在同样呢也是这么一个观点啊就是到未来的一两年 狗哥自己如果说要换车要换成这个新能源换成电动车 那中国国产品牌的电动车狗哥是极大极大极大的概率应该呢不会去买啊应该呢只会买像那个特斯拉啊 宝马大众啊这样呢来自现代文明世界的这些个品牌的电动车 说到这这两天呢在网络上有一个很火的帖子是说中国国产品牌的电动车呀他们现在的价格呢也在变得越来越高他们是变得越来越昂贵 很多朋友都知道在传统的这个印象认知里边大家都会认为中国国产品牌的电动车 他们跟那个特斯拉跟宝马跟大众啊这些品牌的电动车比起来中国国产品牌的电车他们的价格呢肯定会便宜而且呢会便宜不少这个呢是中国国产品牌电动车他们卖的好的终极法宝 这个肯定是大家的一个传统的认知但是大家呢来看这个帖子这个帖子呢他就显示中国国产品牌的电动车们他们呢都在推出价格呢非常昂贵的车型 像上面的这个华为问界m9据说呢他要卖到47万到57万的毛币 理想的mega要卖到60万还有什么这个长城坦克700买70万吉利的电车呢要卖77万比亚迪仰望U8他这个卖价呢甚至呢要超过100万 所以呢生产这个帖子的网上就说大家呀如果再不努力去工作再不努力去挣钱 那这个中国国产品牌的电动车呢真就买不起了大家在以后呢就只有能力去开便宜的奔驰去开便宜的宝马奥迪车了 狗跟他查了一下这个帖子里边他反映的中国这些个国产品牌电动车的价格 这些个价格呢真的都不是胡编乱造的这些价格真的都是真实的这些型号的中国国产品牌电动车他们在中国墙里边真的就是卖像这样的高价 七八十万块毛币的价格跟特斯拉最贵的车型基本上啊就是一个价格了 所以呢狗现在呢就非常纳闷啊这个呢也是脑子里边的一个啊时间比较久的巨大的疑惑疑问啊就是墙里边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脑残 同样的价格放着这个特斯拉不买他们呢偏偏去要买什么问界长城坦克七百像吉利啊这样的中国国产品牌的电动车 不去买特斯拉偏偏要去买这些个电车的人他们脑子里边到底是长的是什么样的脑回路 这个一问狗到现在啊都是有点这个百思不得其解 正在看这个影片呢中国的网友们如果大家自个身边啊有这样的人 宁愿花七八十万的毛币去买中国国产品牌的电车 不去买特斯拉或者说呢呃不去买宝马或者奔驰的电车 如果真有这样的活人狗哥呢是希望大家呢去跟他们啊认真的聊一下 了解一下他们的这个心路历程他们到底是这方面怎么想的 为什么甘愿花七八十万去买中国国产品牌的电车 有网友应该知道了在昨天12月28号 中国著名的这个做手机的厂商小米 他呢也是非常高调发布了他的第一款电动车 这款车的外形据说他跟著名的保时捷的一款车 他的外形呢几乎是一样的啊 这个呢也反映出来中国的这些个企业 他们抄作业的这个非常深厚的功力 小米的这款电动车他呢还没有公布他的这个售卖的价格 但普遍估计呢肯定不便宜啊说不定这个车呢在墙里边呢也要卖啊三四十万的毛币 小米的这第一款电车据说呢是他花了一千天的时间呢就研发制造出来了啊 是这个两年多的时间还不到三年 他呢就号称呢可以建制保时捷建制特斯拉 在这儿狗哥呢还是那个疑问 这款车他如果真卖啊三十多万四十万的毛币 墙里边哪些个中国人会去买这款车 反正狗哥自个儿啊如果说生活在中国墙里边呢是绝对不会买小米的这个电车的啊 哪怕他这个外形长得再像保时捷狗哥呢也不会去买也不会去开 两年多的时间他就搞出来这么一款像保时捷的这个小米车 狗哥呢是不敢去开的 特别呢绝对不敢上高速去开 这两天墙里边呢也有关于这个中国国产电动车的著名品牌 蔚来电动车的一个新闻 大家来看这个呢是中国媒体啊在昨天的报道 蔚来新车电机系统故障 车主直言不敢再开这车了 蔚来这个中国电动车的品牌 中国玩家们呢肯定呢都会听说我 刚才说的那个中国电动车卖高价的帖子 上面呢也有这个蔚来品牌的一款车是ET9 墙里边呢要卖八十万的毛币 昨天媒体报道的蔚来的这个车 它的型号呢是ES8 有一位顾客梦女士买这个车 她总价呢是花了超过五十一万的毛币 所以呢在中国墙里边啊 愿意花大几十万毛币去买中国国产品牌电动车的 确实呢是大有人在 虽然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呢是下滑的很厉害 但是呢人傻钱多的这个情况呢毕竟还没有彻底的消失 还没有彻底的灭绝 这位孟女士是在今年十月底买了这辆未来的电动车 大概一个月之后她开车呢是跑高速 下高速以后说这个车辆呢就出现了好多个故障警报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呢有图有真相 当时车上的大屏幕呢是同时出现了九项车辆故障报警 其中紧急故障呢有三项 包括非常重要的制动防boss系统故障 这个呢就属于那是刹车方面的故障了 还有呢电子驻车故障 这个呢是停车防溜车的 另外属于一般的故障呢 还有六项预警 包括转向助力异常 车身稳定系统故障 制动性能降低 自动驻车故障等等 在狗哥看来像这些都是跟这个行车安全呢是有非常密切关系的 如果遇到紧急的情况这些呢都是可以致命的 所以呢不知道未来这个厂家为什么把这些故障归为呢是一般故障 这个呢就是狗哥呢不敢在高速上开中国这些纯国产电动车的最主要的原因 开车的玩家们应该的都会认可啊 作为一台汽车啊 不管他是那个油车还是电车 他最重要的两个特性 一个呢应该就是安全 就是在发生车祸的时候 这台车呢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去保护乘客的生命 在狗哥看来 安全性能呢 他肯定是第一位的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特性呢 就是可靠性 就是这个车辆本身 他的运行呢要尽量的不出毛病 少出毛病 这个呢就是可靠性 除此之外 汽车上的这个其他的功能 什么这个多功能 舒适性 省油 还有这个车里边的内饰 什么大屏幕 还有什么联网 多媒体之类的 这些在狗哥看来呢 都是必须要往后放 他们的重要性呢 都是越来越低 所以呢在狗哥这儿 中国国产品牌的电动车 你这个外形再漂亮 你长得再像保时机 你车里边的这个内饰呢 你再花哨 说的高科技 再怎么这个天花乱坠 什么智能坐舱 智能这个智能那个 但是如果你这个最基本的安全和可靠性 你都不能够保障 那对这样的车呢 狗哥呢就是这个一票否决 因为其他的完全呢 都是这个智商税 都是吹牛叉的成分居多 像中国的这位孟女士 他花50多万买一辆这个未来的电动车 刚开了一个月 车上呢就一口气 跳出来9个故障的警报 而且呢 其中大部分都涉及到这个最基本的行车安全 对这个情况 狗哥呢是会看的非常的胆战心惊 这车呢是绝对不敢再去开了 然后这位孟女士呢 她是跟未来的门店联系 门店服务人员表示呢 经过后台检测 认为这辆车呢 不存在故障 可以继续驾驶 但是之后不久 这个车呢 再次出现了好多的故障警报 然后呢 去门店呢又检查 门店呢 这次表示 车辆的电机控制模块和逆变器存在故障 需要更换新的零部件 看到这儿 大家呢是不是就必须感慨 中国这些国产品牌的电动车 真的是不敢开 对不对 因为在第一次出现故障以后 门店他竟然表示说 这车没事 可以继续开 然后继续呢又出现故障 门店呢终于表示 车子呢确实是有毛病 需要更换零部件 你门店服务 是这么一种态度 你对顾客的安全呢 都是极端不负责任 你像这种车 这种厂商 但凡是对自己生命负责的人啊 谁还敢去开 对不对 门店 他第一次说 这车没事 你可以继续开 那如果继续开 万一很不幸 真在这个高速工作上出事了 这个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车辆本身 他的技术方面存在不可靠 同时呢 厂商 他们的售后服务 他们的态度呢 同样不可靠 这个呢是狗哥呢 不会去买中国国产品牌电动车的两大主要的原因 中国的这位孟女士 她对未来的那台车实在是受不了了 不敢再开了 就要求呢 退车 这位女士说呢 甚至她自己加点钱再换辆车也行 但是她的这些要求 未来的门店呢都是拒绝 只愿意呢 给她继续修车 最后说呢 在这个媒体报道的介入之下 未来那个门店呢 才同意给孟女士呢 退掉了那辆电动车 这个呢 是最近在中国 一位愿意花大价钱 买中国国产品牌电动车的女士 她的故事 不知道 在最后成功退了那台车以后 她会不会继续去买 其他中国国产品牌的电动车 还是说呢 她会啊 幻然醒悟一下 改买特斯拉 刚才狗哥呢 是主要聊了 就是自个儿啊 对中国国产品牌电动车的态度 就是现在呢 绝对不会去买 在未来一两年 应该呢 也不会去买 两个主要原因 刚才呢 已经说的是很清楚啊 但是在这儿的狗呢 必须要强调一下 就是对于中国国产品牌的电动车 狗自己呢 并不是彻底 并不是完全永远的去否决 并不是这样 大家里面都知道 中国国产品牌的电动车 最近几年来 它确实呢 是发展的很快 它这个发展势头呢 确实呢 是非常迅猛 在这个地球上 你如果要谈电动车 那中国电动车 特别呢 是中国国产的这个电动车的电池技术 这个呢 绝对是没有办法避开的 必须要承认和认可 就是中国这个电动车的技术呢 它发展的确实很快 它呢 也确实呢 是有比较强的实力 那这个中国国产品牌的电动车里边 它到底有没有好货 这里边呢 有没有确实可以去买的 安全又可靠 同时 它性价比呢 又很高的这个电动车 可能会有 在将来 在未来 中国国产品牌的电动车 它会不会真的会变得越来越好 变得越来越牛叉 那这个呢 同样也有可能 所以呢 狗哥说呢 自己呢 不会去彻底的 不会去永远的排斥中国品牌的电动车 但是呢 在现在 在现阶段 还有在未来的短时间里边 狗哥呢 对他们是不信任 所以呢 就不会买 在将来 如果中国某些电动车 在美国 在欧洲 在日本的市场上 真正受到当地的广泛认可了 那些国家 更珍爱生命的洋大人们 他们呢 如果说对中国国产的电动车呢 都普遍接受了 那到时候 狗哥自己呢 可能呢 也会去接受 反正这个大概的意思就是 在对待中国的电动车 还有中国那个大飞机 C919方面 在这些问题上 狗哥呢 是坚决要让美国人 让欧洲人 让日本啊 等等这些洋大人呢 先去做小白鼠 先让他们呢 去做实验 如果他们都认可了 那狗哥自己呢 也不会再去反对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这些个 现代文明世界的洋大人们 他们呢 自古以来 就更珍惜生命 自古以来 他们的命 就比中国韭菜们的命呢 更值钱 所以呢 在将来 如果这些个珍惜生命的洋大人们 他们呢 也认可 也认为 中国品牌的电动车 中国的大飞机 在安全方面呢 没问题 可以用 那就应该是没问题了 狗哥自己呢 到时候也会 欣然接受 在中国的汽车 和电动车方面 今天呢 有一个新闻 日本媒体报道 在今年 2023年 中国全年的这个汽车 出口的总数量 将超越日本 中国呢 将首次成为这个地球上 汽车第一 出口国 现在 距离这个 2023年结束 只剩下两三天的时间 这个情况呢 肯定的已经是成为现实 就中国呢 已经超越日本 成为这个世界上新的 汽车最大出口国 在 七年之前 啊 2016年 日本当时呢 是超越了德国 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现在中国呢 又超越了日本 成为新的世界最大汽车出口国 所以呢 在今天 在这儿 狗哥呢 就要替中国的粉红们 要喊一句 中国牛叉 中国真的是 太厉害 太牛叉了 所以呢 中国的粉红们 以后呢 不要再整天骂狗哥 是在整天的唱衰中国了 狗哥今天 在汽车出口这方面 真的是已经高喊中国牛叉了 中国汽车出口总量 超越日本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中国国产电动车的出口 这两年以来呢 是出现了大增 今年 中国汽车出口的总数量呢 应该会达到 460万辆的样子 其中呢 有超过三成都是电动车 这其中呢 肯定有很多呢 都是中国产的这个特斯拉 但是呢 纯中国国产品牌电动车的出口 也是出现了很大的增长 大家来看这张图啊 这个图上显示的 中国像欧洲的英国 像比利时出口了大量的汽车 还有呢 像菲律宾 像泰国这些个东南亚国家 出口的大量的汽车 主要就是电动车 中国国产品牌的电动车 他们能做到大量的出口 主要因素呢 还是一个字啊 就是便宜 像在欧洲 中国国产电车的这个价格 比欧洲同样规格 像宝马 像大众 这些个电动车的价格 中国电动车 通常呢 要便宜 至少啊 三分之一 这个呢是最近两年 中国品牌电动车 它出口量猛增的 最主要的原因 这个道理呢 它跟最近两年以来 中国拼多多 它的海外版 TEMO 它在美国 在欧洲 同样这个扩张的市场很猛 这个道理呢 他们有类似之处 主要呢 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便宜 不管是拼多多 TEMO上的这个中国的产品 还是中国品牌的电动车 他们主打的就是一个便宜 最便宜 这样呢 他们就能够去收割 在美国 在欧洲的那些个低收入的人群 第二个原因 就是最近两年来 中国制造 中国的厂商们 他们 有这种疯狂出海 疯狂到墙外边 去卖货的强大的动力和需求 主要呢 就是这两个原因 就让拼多多 就让中国品牌电动车呢 在中国墙外边扩张的是非常的猛 那为什么 为什么中国制造 他们现在在这么疯狂的在海外扩张 而且呢 他们这个价格呢 还能卖的很低 很便宜 这个他能够反映出来的 就是中国墙里边这个经济的通缩 中国墙里边制造业的极端内卷 墙里边的经济通缩 那中国制造的成本 出厂价格就会做到很低 墙里边 中国人自己的这个消费很萧条 消费不振 中国各种的制造业 包括汽车电动车产业 都是产能严重过剩 在中国墙里边这个竞争 非常的残酷 也都是卖的不好 所以呢 这个呢 就逼迫他们呢 到中国墙外边呢 去打拼 去卖货 这个呢 就是这两年 包括拼多多 包括中国汽车出口啊 都是大增 在墙外边的扩张 看起来呢 都非常成功的 主要的原因啊 好了 今天的就聊这么多啊 非常感谢 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接着聊 拜拜